你問我答 睡睡平安 歡迎收聽 搖寧缸時間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你問我答 大家知道最近一段時間利率飛漲 尤其對大家要買房子的朋友來講變成一個壓力 那麼我們中國人往往有很多很多辦法去考慮 怎麼避開這個不利 其中一個就是私人之間的貸款 我們今天討論這個問題 這位朋友就這樣說的 他說我兒子要買房子 因為他呢 投一次買房子 信用也不是非常好 所以利率就比較高 現在本來利率就高 那麼有信用的話 利率就更高了 我呢 覺得我自己的錢放在那個地方 銀行你給我的利率非常低 那我可不可以我把錢借給他 那麼有的我到銀行賺不到1%的利率 在我兒子那兒 雖然我不需要給他6%以上的利率 哪怕5%那也比銀行好 這樣做可不可以 如果這樣做的話 稅上怎麼處理 好 我們這個問題呢 首先肯定 這種是完全可以的 私人貸款是完全合法的 那麼當然有的州呢 有一些什麼高利貸啊 那種那種那種規定 那在我們德州這方面沒什麼大問題 尤其是如果你的利率是非常合理的話 那更是沒問題了 那麼你呢 完全可以把這個錢貸款給你兒子 那麼貸款以後呢 你們自己可以寫好一個合約 就是我借你多少錢 然後呢 多少利率 那將來呢 你每一年的話 在報稅的時候 你和你兒子都要需要報稅 你呢 那收到的這個利率 那個利息部分呢 是你的當年的收入 你就是需要在報稅的申報 那麼你兒子呢 因為他買房子貸款 那麼大家知道 買房子的貸款 付出去的利率的話 利息的話呢 將來報稅的時候可以作為deductible 就是所謂的在itemize的deductible 那麼這個呢 跟他的地產稅 跟他的花出去的這個利息 都可以在報稅的時候去申報進去 所以呢 這個你放心一點都沒有問題的 這是要小心一點點 就是說 因為往往說 爸爸媽媽借了錢 爸爸媽說 不用還了 那麼 這當然也是好事 就是 但是呢 這個就產生了跟前面的情況 前面 因為這是個貸款 就沒有什麼問題 一個貸 一個還 這個不存在任何其他問題了 但是如果你要把這個貸款最後放棄掉的話 那麼就會產生一定的問題 第一個呢 如果你真正的是放棄掉 那就是說 送給他 你說明 那麼你就是gifter 那麼就說 有正餘稅問題要保 如果是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我兒子實在是現在付不起來了 我也就算了 說你不用付了 那這樣的話呢 就變成了你兒子有這筆收入 舉個例子講 如果改年以後 我說還有十萬塊錢 你就不用交了 不用了 那麼那個時候呢 就會說 你相當於放棄了這個債權 那麼呢 他呢 相當於掙的這筆錢 那這個呢 他是需要報稅的 大家知道 以前也是在那個貸款什麼時候 有的女人說 哦 算了 現在那個整個經濟不行 你也還不起來 我也就把你的債務放棄了 那個時候呢 到年底他會收到一張 叫1099C 這個呢 就是dead cancellation 那麼這個東西呢 就是相當於他自己的收入 那麼這個明顯對你們這個情況來講是不利的一件事 因為Gift Tax的話 不一定真正要交 因為你有巨額的免稅權 所以呢 你可以盡可能的作為 因為是自己的父母給孩子的話 你可以作為一個Gift給他 那麼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這個稅呢 也不是很大問題了 好 我們今天這個問題呢 就簡單的討論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收聽 我們下個禮拜這個時候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